老阿姨每次一打 给大家出本的样的问题 第一个出本说 你看我这个橘子咋回事 你没发现它结果了吗 它结果时期 你比方说我媳妇 她现在也怀孕时期 她就各种的抵抗力变差 她吃了东西 她营养也容易导致营养不良 这就因为她在怀孕期间 你看你这一个还怀了三个痘 那就是肥料不供 供不上 明白了吗 我怎么办 让她生完孩子 或者现在就给她找产 给她讲了 让她养 要么就是你现在就让她 它基本上所有的营养 都在供着三个果 你自己取舍嘛 对吧 用点反肥水啊 把表面的土稍微挖出来些 好吧 要不你就把果一掐 先让她养状 等下回再结果的时候 你只要肥料根上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就太勉强了 小个周本说 老花姨你帮我瞅一眼 我帮你瞅一眼 也是水大缺光通风叉 这种花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没有大阳光 谁也养不好 包括老花姨在内 你问老花姨 你给我养个这种花看看 不给你光照养不了 直接养不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如果说是 用泥土和沙土养的 在农村的话 你有条件的话 你花粉池里面 不是有那种粪水吗 你可以多弄一些 它除了臭没别的毛病 或者说下雨的时候 多接一些雨水 配合这种粪水来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 明白了吗 你这个要用一点点杀菌药 用一点点反肥水的 像说我说 看看我的桂花 看到了 养得很一般 也是水大缺光通风叉 这个就积水污根导致的 你总是浇水 它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呼吸 根部得不到呼吸 它就自己就开始腐烂了 一腐烂就嘎了 明白了吗 任何植物 不论养任何植物 你看我们 都是很透气的 不透气怎么办 我们会用苗床 你看它后边很多风扇 那个叫大风机 就要加强通风 我们上面还有排风口 这个是必须的 不通风谁也办不了 下个周宝说 你看我的绣球 种了三四年了 今年叶子也不长 换盆换土 还是这个样 你能不能不捣筒它 现在就是那种静养 你想做什么工作的话 你等到明年春天 你给它种地上 或者是换个大一点的盆 把表面的土 稍微挖出来一些 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你养好几年了 咱能理解 但是你要知道的 一个点是什么呢 绣球它是洗光的 但是它怕晒 如果说你光照很强 就容易把叶子 全部晒糊了 它就喜欢这种光照 就是我现在大棚里面 这种光照 明白了吗 这个就有点缺肥料 盆也有点小 你三十年了的话 如果说正常来说 三十年在我们大棚里面 养的绣球 都换到这么大的份 土还是有点一般 别的没什么 像周宝说 这个荆蚵什么情况 这个荆蚵也是水大缺光通风上 连续这一期 普遍的是水大缺光通风上 我跟华尔美说一下 你们在光照不是很足的时候 就干了再焦 不干不焦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都是 我们所有的话 这个棚里面的光照很一般 因为我们这个棚是一个旧的 我们没有去翻新 没有去换膜 这一个棚换膜下来得十几万 我们就没有去换 它光照不好怎么办 你看 我们整个棚里面养到的 都是一些官业植物为主 一些热植了 你比方说一些球兰了 它不需要很多的光照 这样能长得好 第二个事呢 就是我们会控水 日常的时候 你看我们也 也会用生根液 牵扎的时候会用生根液 我们浇水的时候呢 也会用一些杀菌药 可能是放到一边了 肥料我们也会用 也会用各种肥料 各种的一个药 你说你不用药 你不用药 这个不太现实 你慢慢花用 该用药的用药 该用肥料用肥料 该控水的控水 光照很好的臭宝 基本上养花 不会出现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情况 通风一定要好 我们这个光照不好 你看它通风多好 是吧 一定要盖它这个脸 希望花儿门 能够真正地 把花养花 我们闲着没事的时候 你又找我买点花 买点肥料 买点土 这个我就觉得 我就成功了 觉得不说 就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 每天给大家分享 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